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从汉代起 受皇家青睐的汉白玉就以细腻洁白无瑕而闻名 在宋代云南大理出产的大理石又成了名贵建筑原料 大理石的天然花纹和图案则是它最为珍惜之处 这些为人熟知的优质食材至今还在继续使用 但是在我国建筑史上曾有一种优秀食材惊鸿一瞥 鸟无踪迹了 这就是宋代风鸟朝野的蛇盘史 现在国内只能在天一阁 还有杭州陵野寺 还有日本韩国的一些古代寺院 看到这个蛇盘史的踪影 这种在历史上圣极一时的蛇盘石到底有何独到之处呢 它为什么很短时间就消失了呢 它又到底来自于何方呢 我们对得到的宋代蛇盘石样品进行观察发现 蛇盘石本色是一种华贵的珠红色 这种颜色恰好与宋代皇帝以及高官的服饰色彩相同 而且蛇盘石质地极为细腻 并且具有特殊的韧性 可以像木材一样被雕琢 宋代留下来的蛇盘石雕 有着各种细微精美的结构和造型 历经数百年风雨 不醉不裂 完好无缺 那么蛇盘石为何如此独特呢 通过专门的仪器进行观察 我们发现 表面看上去非常细腻的蛇盘石 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 很多大小不同的颗粒相互参与咬合 颗粒之间还有着细微的孔隙 这样的结构造就了蛇盘石良好的韧性 而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颗粒属于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碎屑物 以及细微的火山灰 由此可以确定 蛇盘石是在独特的水文气候条件下 形成的火山凝灰岩 石料之中只是简要介绍到 蛇盘石出于浙江东海之宾 为了寻找到蛇盘石的具体出处 进而弄清楚蛇盘石的前世今生 地理中国设置组和相关方面专家组成考察队 前往浙江沿海实地探寻 我国浙江东部沿海地区 自古以来就有彩石的传统 大岛的彩石场 分布在海岛和沿海的山区丘陵之中 而浙江东北部的舟山群岛 就是著名的石材产地之一 考察队第一站就来到了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是我国第一大群岛 在两万多平方千米的海域内 星罗旗步着一千三百多个岛屿 采石场也有数十家 为了提高效率 考察队请来当地采石行业资深人士 一同考察 专业石匠虽然听说过蛇盘石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蛇盘石的真面目 在他带领下 考察队走访了几家大型的采石场 但是这种独特的蛇盘石 采石从业者都表示没有见到过 当地人建议 舟山群岛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大型采石场 有些废弃的采石场由于海平面变化等原因 已经淹没在海面以下 可以考虑到水下看看一些已经淹没在海水中的古老的采石场 也许会有所发现 千水队员飞进周折 从多处水下的采石场取出了一些石头样品 然而让大家失望的是 水下的古代采石场取出的样品 无论颜色和质地 与蛇盘石完全不同 看来 舟山这里根本就不产这种暗红色的蛇盘石 舟山之行虽然没有找到蛇盘石 但石料之中介绍 蛇盘石出于浙江东海之滨 考察队决定 沿着浙江海岸线走一趟 争取能全面地考察一下沿途的海岛和海岸 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考察队沿浙江海岸线南下 一路上海中的岛屿倒是不少 但是很多都是无人荒岛 完全没有曾经采石的痕迹 而且取样也证明 这些岛屿上的岩石 与要寻找的蛇盘石完全不同 一路寻找一路南下 一周之后 考察队已经从浙江东北部的舟山群岛 来到了东南部的温州海域 疲惫不堪的考察队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就在考察队到达温州市敖江镇时 突然听到了一个特别的消息 最近有一批海洋生物学家汇聚在敖江镇 准备从这里出海 前往东南方向的海面上 考察一座奇特的小岛 南极岛 南极岛地处亚热带 但是岛上的岩石却生长着寒带 温带热带的不同贝类草味 这一反常现象让考察队精神一振 这说明南极岛应该存在着反常的水文气候条件 连想到蛇盘石的成因 也和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关 也许南极岛上就隐藏着蛇盘石的秘密 大家马上和海洋生物考察队会合 准备一起登岛考察 就在这时 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 波涛汹涌 大家焦急地等待了三天的时间 海上的气候条件终于允许登岛了 考察队迫不及待地乘船登上了独特的南极岛 南极岛也是一个群岛 有大小52块岛屿水城 从空中看 很像一只跳跃在壁波上的桔子 因此而得名 所有岛屿面积加在一起 也只有十多平方千米 这什么隔 加富隔 这是亚洲带中 北方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长海蜗牛 它是在海上漂浮的生物 热带中 刚刚登上南极岛 考察队的生物学家 就在海滩上发现了异常 南极岛位于亚热带地区 常理上来说 这里就只能出现亚热带的物种 但是扇贝是北方常见的 而海牛 短衣珍珠贝等 都是热带物种 这是一只海牛好像 东老师 过来看一下 看到海牛了 一般它在珊瑚 珊瑚礁的那边分布比较多 而且尤其这种宽纹比较鲜艳的 会出现在热带比较多一点 这种是比较弃 这些都是不应该在亚热带海域出现的 但是在这里却同时出现了许多寒带 温带和热带的活体贝类 这说明 这些不同习性的生物 都可以在南极岛这片海域里生活下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而寻找蛇盘石的考察队 则不停地观察着岛上的岩石 一股作气爬上了南极岛的制高点 这时 考察队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南极岛这片不大的海域里 海面呈现两种颜色 如果你仔细凝视海面 就能发现它的变化 西北边的海水浑浊成黄色 中南边的海水清澈湛蓝 天气晴朗的时候 能明显地看到分界线 同行的海洋专家解释说 浑浊的黄色海水 是来自北方的寒流 清澈的蓝色海水 则是来自南方的暖流 而南极岛 恰好位于两股洋流交汇处 不同温度的洋流 也带来了不同气候带的物种 虽然南极岛生物物种异常汇集的现象得到了解释 但是寻找蛇盘石的考察队 却还是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南极岛虽然也是火山形成的 但是岛上的岩石都是火山喷发形成的花岗岩 与要寻找的火山宁辉岩 蛇盘石完全不同 考察队是费尽了周折 始终没有找到蛇盘石的产地 考察队决定调整思路 放弃全面普查式的寻找 从查找与蛇盘石有关的各种记载入手 这一查还真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据记载 这海上丝绸之路 经过唐宋时期的繁盛 到了原末明初浙江东部海域的水上航运 就逐渐的开始衰落 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但是有一个原因 考察队眼前一亮 当时有很多海盗急率过路的商船 官府出兵追角 常常是到了一个叫蛇盘岛的小岛 这海盗就消失不见了 这个蛇盘岛和蛇盘石名字相同 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吗 蛇盘岛位于浙江东部的三门湾里 面积不大 只有八平方千米 从空中俯视 向两条长蛇互相缠绕 刚一登上蛇盘岛 考察队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当地渔民告诉考察队 前些年 当地政府组织群众 来到蛇盘岛上 榨山获取食材 爆破山体之后 发现了无数连环相透的洞窟 发现了大规模的洞窟 不得了 当时有个人出租数了一下 总共有1360几个洞窟 非常震撼 考察队发现 这一千多个洞窟 几乎把蛇盘岛变成了一个空心岛 虽然现在洞窟里已经空空如也 可当地人言之凿凿地告诉考察队 这些洞窟就是当年海盗开凿出来 藏身和藏匿宝藏用的 考察队接着发现了更加诡异的现象 这些洞窟的石头上 发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白色图案 有圆环 有石心圆 当地人说 就是海盗留下的符号 要是弄清楚了这些符号的含义 就能找到当年海盗的宝藏 乍听上去 当地关于海盗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可是在对岛上的洞窟 进行了一番初步勘察后 考察队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如果这么多的洞窟 是海盗开凿做住所和仓库的话 这些洞窟起码要适宜人的居住 方便人的活动 可是奇怪的是 蛇盘岛上的洞窟 开口都是在顶部 洞窟垂直的深度 都有一二十米 很显然不方便人们的进出 而且蛇盘岛潮湿多雨 这样顶部开口的洞窟 非常容易积水 这样的洞窟里 无论是居住 还是储藏物品 都不现实 那么海盗为什么还要开凿出 如此奇怪的洞窟呢 带着深深的疑问 靠查队继续在洞窟中勘察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这些洞窟与洞窟之间的墙壁 都非常的薄 小夏你看那地方 一个孔很薄 你去量一下 我发现它这个墙非常之薄 薄像别的地方有 但这地方是最薄的地方 一般的墙 像一号洞二号洞中间是30公分 那么最薄的地方 我们发现只有四厘米 四厘米可能它是九部的 但是呢 总的感觉非常薄 墙地最薄的地方只有几厘米 用锤子就能轻易地敲穿 这完全不符合人们对住所牢固性的基本需求 考察至此 专家断定 开凿洞窟的最初目的 绝不是为了做住处和仓库 那么这些洞窟到底是为什么而开凿的呢 考察队继续考察发现 这些洞窟的构造和曾经考察过的一些采石场非常相似 考察队决定从岛上的洞窟成荫入手进行考察 如果查清楚了洞窟的成荫 或许对破解蛇盘石的来历之谜能有所帮助 考察队专家仔细观察蛇盘岛洞窟的墙壁 发现墙体非常平整 上面斑驳的痕迹也非常有规律 好像是用凿子和榔头敲出来的 这种痕迹非常像是采石场特有的 如果蛇盘岛上的洞窟真的是采石形成的 那么在洞窟里就应该能找到更多相关的痕迹 专家们决定去一些从来没有人进入过的洞窟看一看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蛇盘岛中部 这里的几个洞窟还保留着最原始的风貌 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专家在其中一个洞窟 很快就发现了类似人类居住所留下的痕迹 洞里竟然有人工修的勘台 以及烟熏的痕迹 这是烟熏吧 双的那种 这里有一段鞋 一些间距比较小 这也就是一厘米 一公分 考察队继续在洞窟中 搜寻前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大家在蛇盘岛的东南方向 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洞窟 这个洞窟非常深 洞底到地面 大概有七八层楼那么高 当大家下到洞底之后 在乱石堆里竟然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工具 虽然这些工具已经秀气斑斑 但却完整无缺 仔细观察之后发现 这跟现代采石工具非常相似 但却略有不同 据考证 这些工具是采石的专用工具 但是绝不是现代采石使用的 应该来自于古代 考察队决定在其他洞窟再寻找一番 出人意料的是 考察队不断找到更多这样的菜食工具 同时又发现了蛇盘岛洞窟的石壁上 还分布着许多较大的圆孔 这会是什么呢 仔细研究这些石孔的走势和分布规律后 考察队发现 如果在这些石孔上插上木头 正好能够形成一个楼梯 沿着这些楼梯 可以从洞底直接走到正上方的洞窟开口处 开凿的痕迹 专业的采石工具和木梯 考察队据此断定 这是古代的一座大型采石场 虽然考察队断定 蛇盘岛是一个古代采石场 但是蛇盘岛上采出的岩石和蛇盘石一样吗 经过取样比对 岛上的岩石和蛇盘石非常相似 颜色 质地 内部结构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 有一个现象 让考察队愤过不已 蛇盘岛上的岩石中 有很多白色图案 而宋代的蛇盘石 无论食物还是历史记载 都没有发现白色痕迹 考察队决定 先搞清楚白色痕迹的成分 也许破解了这些白色的印痕 蛇盘石的秘密就迎刃而解了 从我们现场的观察来看 它基本上有三类 一类就是实心的 也就是这一团 都是一个白色的球体 它第二种类型呢 就是说是空心的 第三种类型呢 就是一个条带状的 一般这个宽度有个一两厘米 从层上来看 应该这种白色的物质 和这个红色的 应该是有差别的 为了一探究竟 考察队打开了 其中的一个圆环 专家发现 这些白色圆环 竟然是包裹在 红色岩石中的 一个个圆球体 对 这个边界比较清楚了 这一块 是吧 比较清楚了 这边也是 一个位置 对 它是透过去的 这块也是比较清楚了 我认为它是原生的 你比方说 原来有很多气泡 就是因为 原来是形成的时候 它是一种 这个温度比较高的状态 那么呢 它里面呢 有很多这个炮孔 到后期的热液呢 充填进去了 形成了这种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些看似人工暗号的圆环 竟然是自然天成 并非像当地人说的 是海盗留下的痕迹 而分析这些白色的部分发现 相比较红色的部分 白色成分质地发硬发脆 很不易雕琢 经过仔细地观察 宋代的蛇盘石雕刻 靠察队恍然大悟 原来宋代的工匠 在雕刻蛇盘石的时候 经过构思设计出的图形 巧妙地剔除掉了 石头上的白色成分 只留下了华贵典雅的红色 所以宋代流传下来的 石窗等物件 都没有白色的部分 紧接着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 虽然蛇盘石和岛上的岩石 完全一样 但是在宋代流行的蛇盘石 到底是不是从蛇盘岛 踩出去的 如果是 就要在蛇盘岛上 找到相关的证据 于是考察队继续在 蛇盘岛的洞窟中 寻找着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接下来的发现 一下子让考察队喜出望外 在蛇盘岛西北部的洞窟群中 考察队发现了许多古代钱币 经过鉴定 这些钱币都是宋代的流通货币 宋代货币的发现 证实这个采石掌的历史 应该不晚于宋朝 考察至此 基本可以确定 宋代蛇盘石 就是来自于蛇盘岛 在这次沿浙江海岸 大范围的考察中 考察队寻访了 大大小小数十个岛屿 最终只在三门湾里的 蛇盘岛上 发现了蛇盘石 乌以西为贵 难怪偏远闭塞的蛇盘岛 当年会成为一座繁华热闹的大型采石场 那为什么唯独蛇盘岛这里会出产蛇盘石呢 考察队综合分析这次考察到的全部信息推断 在一万年前 浙江这段海岸线是一条火山活跃大 三门湾周边大大小小上百个岛屿 以及毗邻的舟山群岛 最初的行程都来源于火山喷发 但是由于只有蛇盘岛 位于三门湾之内 波平浪静 堆积在这里的火山灰 与海水慢慢反映沉积 海水中的化学成分 与火山喷发物中的成分融合 最终才形成了珠红色的火山凝灰岩 也就是后来的蛇盘石 由于这个蛇盘岛的面积有限 从宋代开始大量的踩石 就把蛇盘石的已经踩得差不多了 这蛇盘石也就消失在了史料记载之中 而当蛇盘岛被踩石者废弃之后 岛上如同迷宫般的这洞窟 又被海盗发泄利用 成了海盗藏身的绝佳的场所 虽然官府也曾经出兵围剿 但是由于这个岛上植被茂盛 洞窟隐蔽 一手难攻 所以并没有彻底剿灭海盗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 随着榨山取石 才使这处蛇盘石产地重见天日 现在的蛇盘岛灯窟 已经被全面保护起来了 成为当地著名的遗迹 向人们展示着蛇盘岛的奇特的历史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